好,Vana Kendo是我們的老乾爹 她現在五歲了,所以有五週年的優惠活動 我最近看到Vana Kendo創辦人的故事 我覺得超酷超感人的耶 It's really awesome, come on 對啊,那個創辦人Robin 她是跟隨她的摯愛 從瑞典來台灣落地深耕喔 她原本住瑞典耶 居然願意從空氣這麼好的地方來台灣生活 她都不會過敏嗎 你不覺得這樣很浪漫 因為韓劇是不是也很喜歡用那種 cross culture romance 這樣 沒有,我是個冷漠的人 太不理智了 我跟你說,你需要Vana Kendo來溫暖你的心 沒有,我覺得你看一下創辦了Robin的照片 你會覺得 蠻浪漫的 沒有,她超帥 她超帥好不好 很帥啊 最後都在掩配Robin本人 可是真的是啊 那個Robin,她那時候就是覺得台灣 就是冬天又冷又濕有沒有 然後就覺得說 有時候會有點down,那就需要一點療癒小悟 所以她就把瑞典喜歡點蠟燭的那種習慣有沒有 帶進來台灣 然後用蠟燭來改變周燒的氣氛 然後她就把這個習慣想要帶給大家 所以跟老婆吵架的時候點一下說 Calm 然後老婆拿起來滴在你身上 她就Calm了 因為老婆滴在先生身上 先生開始啊 這個是亂加的 然後這樣子 應該可以吧 可是剛剛那個療癒的感覺我就懂 就像我進到那個宮廟聞到香的味道 會有那種心神安寧的感覺 哦 對,就是各地的文化就這樣子嘛 就聞到那種習慣的味道 讓自己就是身心可以沉澱 熟悉的香味 所以這次Bana Candles推出Urban Island都會島嶼暖燈組 讓你不只聞起來心神安寧的感覺 看起來也很舒服 對啊,大家自己看螢幕上面 現在禮盒有四種顏色 那我跟凱莉現在放在桌上的呢 是大地紅跟鼠尾草綠 那顏色看起來超級的Calm 讓人可以沉澱下來 那當然啦 這個禮盒組裡面還有附贈瑞典製的 純天然植物辣香氛蠟燭 那味道當然非常的好聞 Come on, it's Viana Candles, right? 那這次老闆砸重本 我跟你說這次的暖燈是Made in Taiwan OK So awesome Made in Taiwan 大家支持一下啦 好,重要的是這次五週年活動 有非常非常多的優惠 那一樣給百靈果教徒專屬優惠 只要在6月30號前官網輸入 I believe 可想全站85折最低優惠 加碼各種買一送一買一起來 趕快點資訊欄的官網連結喔 Yay 你家的延長線安全嗎? 帶鋁合金延長線 解決了消費者的用電安全疑慮 通過最新BSMI安全認證 用電過載自動斷電 還耐高溫、防電機 全天候守護住家生命財產安全 加寬恐懼的鐵型設計 可充分利用每一個插座 鋁合金外殼不僅超有質感 即使遇到破壞力滿點的小孩或寵物 Dike延長線依然堅不可摧 立刻點擊資訊欄下方連結 想教徒專屬七折優惠喔 歡迎收聽白鄰國新聞 這裡是華語界最自由的雙語國際新聞 歡迎收聽白鄰國新聞 這裡是華語界最自由的雙語國際新聞 你為什麼一直笑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那個英文的 The Stir好像更自由 對 其實我們前幾天才在討論嘛 對啊 因為用The Stir的時候 就覺得說 I don't care 反正沒什麼人聽 對,而且你就會一直講 很不PC的東西 有嗎? 有嗎? 有 有 我在想 有 有 我發現你現在在The Stir上面 的英文Podcast裡面講的東西 是你四年前白鄰國 Nobody care的時候講的東西 你記得嗎? 你是說因為 我們下禮拜要上的那個東西 你說我們要講Traveling對不對 Traveling的那個嗎? 對,我覺得那個很像你四年前會講的話 就是那種精英味就是四射 然後 fine,fine,我不撿,我不撿好嗎 我剛剛跟你說我想撿 你撿,你可以撿 whatever you feel comfortable 因為你是剪輯的 我完全不干涉 我們來說,再說 反正一定要撿啦 因為那太長 那集有點長 ok,好 沒有很好笑的就是 我們上禮拜跟敏迪 還有范姐不一起討論 岩上這件事 然後大家就在 那個聊天室裡面說 Ken是岩上處男 然後在那邊說 一嘴好岩上 但哥哥岩上處男 然後大家就說 不遠了不遠了 其實大家都忘記 因為是我在剪輯 我想說 of course obviously I know what's gonna get myself into trouble 就是剪掉就好 剪掉就好 然後也 就是但也有一些聽眾有跑來說 啊,他覺得女生還是比較容易被罵 我覺得是啊 我覺得是啊 大家就是獅子挑軟的捏啊 對啊,你看 就至少在我們這個錄音室裡面 就蛇兵有被罵過 范姐有被罵過 我有被罵過 迷迪有被罵過 那就... 剪你跟神父 神父不算有露臉 所以不算 可是神父也比較少講話啦 所以他真的才講那幾句 因為他看起來很像一個弱勢 所以沒有辦法去罵 不是,他獅子 你知道他有獅子多軟嗎 哈哈 他真的很軟 為什麼不挑他 對啊,要捏就捏他吧 我也覺得 你捏他就會變什麼形狀啊 你要他變什麼 對啊,come on 而且其實我們這禮拜 接下來幾天要上的 我直接就先爆雷好了 你要說什麼什麼 等等,stir 我們直接在交run 後外台派的英文是什麼 我覺得這超好笑 我們還直接翻譯 Anyway,大家對這有興趣 禮拜什麼 Bad bad Taiwanese Bad bad Taiwanese 好爛 哈哈哈 這很爛啊 爛死了 我還蠻喜歡那一集的 對,我也是 雖然短短的,不過很好玩 不過這禮拜 我們昨天 你去幹大事 什麼幹大事 我的媽,壓力有夠大的耶 幹大事 你知道有多少人幫我 欸,我其實很感動 你知道我們的production team 多大嗎 你要先跟大家說我們去幹嘛 我們去幫那個我們的女明星 錄了一首她的單曲 對吧,對吧 黃豪平 黃豪平是feature 我們去錄那個rap battle 之前是我們在大港演出的內容 對 然後是老K幫忙寫詞 然後大家都有一起改一下 但主要就是老K 然後 就看到了以後覺得 我有出嘴巴 你就說去錄啦 去錄啦 可是你記得我怎麼跟你分析的嗎 你講啊 我就是說 你看 美國那些很多Comedians 像Aquafina這種的 對不對 都是從rap之後爆紅 爆紅 可是你知道Aquafina 就被大家說她的rap很難聽嗎 你真的覺得你的rap很好聽嗎 這一次的很好聽 因為Aquafina 她一開始在唱的時候 並沒有這麼好的production team 你自己說我們這次的team有誰 好 我們那時候我看到完歌詞 我們馬上就想說 我們KK秀有跟這麼多音樂人合作過 我們就是聊聊看嘛 然後說rap最強的就是桃子A1 就我們認識的啦 對認識的 她想說她大學畢業應該很閒 而且她音樂很酷啊 對 然後她又幫那個 VVLAN 對啊 她幫忙弄了VVLAN的東西嘛 想說她現在應該越來越有經驗了 跟她聊聊看 然後她也答應了 對嗎 然後她就是做出音樂以後 我們聽了覺得幹超屌 對 你知道我一聽她那個demo 我就覺得幹壓力好大 就不知道怎麼辦 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辦 沒有第一 Demo1我們聽完以後 還跟她說可不可以弄慢一點的 弄一個Demo2 因為第一真的太快了 好評說這個是炫技用的 不適合我們 我們就說我們是數來寶 慢一點 慢一點 所以第二版出來以後 你還找阿寶幫忙 沒有 不是我找阿寶 其實我就是散發出一種求救的訊號 然後其實非常多人幫我 其實我們之前合作的導演 他陪我練了大概三四個小時 哇 用軟體 然後呢 阿寶又錄了他的guide給我 然後阿寶的guide超酷的 就很有態度 對 然後就是我就可以模仿一些 我覺得可能可以參考的一些情緒這樣 而且阿寶還有唱一句說 你可以拿來混音用對不對 就拿來合音 合音用 你知道昨天我錄音的時候 我有多生氣嗎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帶著阿寶的音檔 我可以來合音 幹我超屌 好評死定了 我就帶這個態度去 然後我還把檔案給那個混音師 我說我要用阿寶當我的合音 混進去 然後我錄的時候其實也會放阿寶的聲音陪我這樣 不然我會一直走音 好然後 然後黃昂萍來 然後我錄了三個小說 我覺得 OK耶 還不錯 阿寶也說還OK 以初學者來說 就黃昂萍來半小時就錄好了 半小時喔 對他自己錄了很多種版本 自己合自己混 不是自己混 他會一直建議說 我有一個想法 說的 對 然後我醫師就在那邊說 哇很有想法 他就說欸不錯很有想法 然後我在旁邊 我整個就是被碾壓 我就覺得被羞辱 因為昨天你在錄的時候 我還在那邊旁邊看 然後黃昂萍就整個在睡覺 那偶爾 可是他偶爾醒來的時候 會給你很好的建議 說你這邊搞不好用唱怎麼樣的 會很好 那麼說喔對耶 可是你一開始唱的時候就跑掉了 大家就一唱 一唱 陶哲還有那個錄音師就說 沒關係你又念的好了 而且很有趣的地方是 凱莉一開始 根本像一個 良家婦女一樣的在唱Rap 你知道嗎 很溫柔 我就是一個溫柔的人啊 他一開始這樣講 然後直到之後開始自爆自棄以後 態度才出來 他又被嗆 他又被嗆到開始生氣 因為他聽到我一直給他指點 給他指點 不是因為Kent在旁邊 幹我就不信他會唱 然後在旁邊一直在那邊縫兩話 可是因為我聽得 至少聽得出節拍是什麼 我跟大家說 凱莉真的就像郭靖一樣 就是 大家如果 我知道這很老的reference 大家如果有看過 那是什麼 不是 射雕英雄傳 射雕英雄傳 這其實是我們每個聽眾的留言 我覺得很好笑 對射雕英雄傳的話 就是 郭靖跟黃耀士在 在就是用音樂 在那邊對抗的時候對不對 黃耀士在那邊吹笛之類什麼的 然後郭靖以為他在打拍子 殊不知他都打在offbeat上面 然後打亂黃耀士 他最後還吐血之類的 我說他練武奇才 對 我覺得我應該就是這種人 就是昨天在錄的時候 凱莉真的一開始都會offbeat offbeat到最後 陶子說 其實這個offbeat還蠻好聽的 我覺得陶子已經亂掉了 他已經不知道說 onbeat應該聽得來 連專業的都可以被你說服 沒有 因為他們會先把那個 我offbeat的調成對的beat以後 然後再打節拍器 說你再唱一次 然後我還是offbeat 他們就說 自成一種風格 那就用這個好了 不是我跟大家講一下 凱莉就覺得她想要打節拍 她用腳在那邊踩 她以為就 咚咚 腳在那邊踩 然後要開始的時候 然後她用 身體就踩油門 加快 就咚咚咚豆咚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所以她腳打拍子 一點意義都沒有 她腳的拍子都是錯的 她沒有對在那個節拍器上面 很強 就一開始 Jadi她的腳自動就錯掉 What the f judgment了 欸我以前小學的時候是 樂隊的指揮欸 你们有出去比赛吗 就有表演 那爸妈有没有 很痛苦 我跟你说 因为乐队就是 就是长得高漂亮 在这前面 其实就这样 然后我终于懂 为什么 都自己讲 对啊 这几岁的事情 12岁啊 那还好 我那时候 没有我以为是 你已经开始变男生的那期 还没有还没有 那时候还是女生的样子 但是就是 我好像那时候就162之类的 反正就很高 因为我看过你国中 高中的照片 那比较像男生 哦对 那个时候是 还是长发妹这样 然后我永远都记得 那个时候我的乐队老师 就一直跟我说 你不要带着整个乐队 越来越快 我就觉得 你懂什么 原来是这样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 自己节拍有问题 我其实是开始 练Rap 我才发现这件事 因为我以前弹钢琴 我弹了七八年 刚钢琴可以自己来吗 我知道 要去合唱团外 我就是一个完全狗运的状况的人 而且那个其实 在录音的时候 那个混音师 还说 我帮你放节拍器 因为这一开始还帮你打 只有打节拍出来 然后凯琴说 把那关掉 那打乱我 你忘记了 对不对 我会听到说 哇 这超有态度的 超有态度的 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你听完以后就是先拿下来说 这节拍器打不断 我的态度不是这样 我说麻烦你关掉 我没办法跟 我听不懂 笑死 反正我觉得大家最后就听 听那个 混音师录音出来的版本 大家就会知道了 然后 每次都说 他们说反正我们有录音师 会 混音师会把你弄得很厉害 你不用担心 你以后出去就对嘴 我说没有 我出去就要唱现场 你在说什么 这就是个态度 就是要永远跟录音起来都不一样 有什么关系 这是诚意 你不觉得吗 真的我觉得很酷 对啊 我觉得很酷 昨天看到你现场 我真的觉得你很认真 我很努力 我真的练很久 对啊 我其实很期待 你跟豪平的现场演出 It's gonna be really cool I know it's gonna be fun 然后 那我们的MV 我其实没有什么想法 我现在没有 因为我现在觉得 音乐这么屌 MV是不是不能随便拍 你昨天有那种 你有想到这件事吗 我其实听完 听完淘贼的demo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说 感情要哪里来 所以欢迎各大厂商 来联络我们 只要赞助MV的话 MV流量应该会很高吧 我们的KPI很简单 就一个 什么 就是比黄豪平的 你怎么不能爱上stand up 帮我们看一下 14万我昨天看了 14万 还是12 14万好像有点 真的吗 对啊 可以啦 音乐 音乐就是可以一直从不听 好吧 我们就请我们的 那个固定的 10万听众 每个人都听两遍就超过了 好 看一下 好没关系 OK好 14万就14万 可以啦 我们固定10万听众 12万哦 12 可以啦 少一个财 对啊 我们听众这么多 财 I'm so sorry 好 OK first news first news Even before the details were known about the shooters who killed 19 children and two school faculty at Robb Elementary School in Uvalde Texas Fringe media were filled with misinformation 在美国德州 乌瓦德 正罗布小学 爆发这个枪击案 造成19名 孩童 和两名教职员 死亡后 那极端媒体 就开始 散播假消息 On Gap and other fringe platforms were the far right gathered Many asserted without evidence that it was a false flag operation staged by federal authorities to justify tighter controls of guns 在极右派剧集的Gap 和一些极端的平台上 许多人 毫无根据就断言 说这一次的德州枪击案 是联邦政府 为了合法管控枪支 而制造的假期行动 Among the most dangerous narratives that gained wide circulation were those that spread incorrect claims that the shooter is an illegal alien Another false claim mislabeled the shooter as transgender while using photos of another transgender individual who was completely unconnected to the events 在这些 被广传的极端言论中 有人说 那名枪击手 是非法移民 有人用与事件 完全无关的 跨性别者的照片 而说那名枪击手 是跨性别族群 这个新闻在台湾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 因为 我觉得就是 有小朋友 而且是那种 真的很小 一二年级 就是很小 很小的小朋友 然后就是 真的很软 完全没有 腹肌之力 是吗 是这个意思 很软 是什么 就是没有反抗能力 对谢谢 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然后就被冲进去 然后就是 你知道乱杀一桶 然后 大家就很紧张 就觉得 看着美国真的疯了耶 真的很疯啊 真的很疯耶 就18 这是 这次的枪手 是一个18岁的少年 然后这次 他已经被 执法单位给击毙了 那目前 是还没有看到 他的manifesto 就是他没有什么 写任何东西下来说 为什么他要 你说他的犯罪宣言吗 犯罪宣言啊 什么都没有嘛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 其实很多专家会说 没有这种manifesto的话 基本上网路上面 就会越来越多这种阴谋论 谣言会写很多 像这一次就 就已经开始 你看才几天而已 嗯 就已经 很多很多阴谋论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 已经一开始就是说 他是 什么 非法移民吗 因为大家看他的名字 就是西班牙裔的 所以直接猜他 应该是哪边跑来的 可是这一次发生这个阵里面 本来就很多拉丁族 拉丁族群 因为他离 好像离菲律 墨西哥的 border非常非常近 对 那 不过后来马上 州长就出来说 没有 他是美国的公民 ok 然后过没多久 你说德州州长吗 德州州长 那个是不是也疯疯的 那个等一下可以讨论 对 等一下来讨论 那 然后过没多久 就像我刚刚说的 有人就说他是 transgender 因为德州人 对transgender 对好像也是一样 就很不友善 对对 这个 因为前一阵子 而且真的德州 才爆出 比如说什么 德州唯一的 跨性别的这个诊所 然后可能要被关闭 然后德州州长 之前还发了行政命令 就说你们这些 去帮自己 就是自己的家长 帮自己的小孩 做一些相关的疗程的话 可能都非法 然后大家可以举报 什么之类的这种命令 反正就争议超多了 那 当然啦 大家 最 最知名 大家最知道的 就是阴谋论的名人 Alex Jones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很多次 那他其实基本上在YouTube上面 在Twitter上面 还有在Apple Podcast上面 都被ban了 超多人听 不是他都被ban 可是我说他的言论超多人听 大家就会去他的网站听 然后他就会卖很多药 他就是地下电台 然后靠卖药在赚钱 那他之前还被告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 其实因为美国每一段时间 就会发 他们随时都在发生这种枪击案 每天都有 可是每一次有巨大的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讨论 然后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 maybe三四年前也是有个很大的 Las Vegas的 在后面也有 就很多小朋友出来抗议游行 然后Alex Jones就有说 这些站出来的受害者的家长 他们想要管制枪支 然后都是什么演员 他说这些人都是 Crisis Actors 他从其实十年前的 那Sandy Hook就开始讲了 他基本上每一次Match Shooting 然后有家长说 要管制枪支 他都说是Crisis Actors 然后他就连那个Las Vegas 他也说这都假的 那他这一次 其实也马上跳出来讲 他在5月24号吧 发生的没几天 24号应该是隔天了 他就直接出来讲说 选举快到了 因为他在其实前几天 前几个礼拜就有在讲说 选举快到了 现在新闻一定会狂暴 这种Match Shooting之类的 然后刚好发生的 他就说你说 你看吧 这时间点真的太巧了 我在想这些到底会不会是真的呢 咳咳咳之类的 他的态度非常的嘲讽 我就觉得说 干你娘 这是小朋友耶 这小朋友耶 你在跟我讲那种垃圾话 这样对吗 right it piss me off so much 你看其实像这种 你就完全拿他没办法 对不对 因为他以前会咬定说 这些人是Crisis Actors 他就被告嘛 对他就影射就好了 对 就他现在就是疯狂影射就好了 就是他永远都可以说 没有我只是在影射啊 对啊 没有我说 他根本不用说我在影射 我说我只是在问问题 对不对 I'm just raising a question so I feel sad but 他就用一个but就可以解决了 yeah 对这真的是很很扯 当然啦 可是我们知道说美国 因为现在的那个选举 真的快到了 真的选举快到了 然后双方互咬的很严重 对 yes 然后拜登 他可能这次 就是democrats 这次可能会选的比较差嘛 所以当然啦 他们动作会多一点点 就是应该说这件事情 一定会被拿来做 政治上的操作啦 对 可是每一次 他们拿出来讨论的时候 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嘛 每次就是 共和党会就是说 没有啦 那都是 french individuals 或者是就是mental problems mental issues 然后到最后他们真的 要拿 国家级的那种数据出来比的时候 共和党都会拿 可能比较落后的国家 像 el Salvador 就是真的自然超杀国家 说你看他们那边死掉的小朋友的人更多 或死掉的人更多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那你要不要跟什么新疆比 就是到底要比什么 因为他们不敢拿出来跟那个什么 以开发国家比 因为美国是以开发国家里面 最多小朋友死于枪击案里面 就是比其他国家相比 好像20倍吧 你说风险上吗 对风险20倍 就死于枪支的风险是20倍 超扯的啊 超扯的啊 而且 他们保守派已经蛮夸张 就是 这一次在 这次枪击案发生之后 其实美国所有的深夜脱口秀的 主持人 其实他们都会讲一些话 而且真的每个人都很生气 不管你是左派右派 其实大家都非常生气 然后像 有一个主持人叫做Jimmy Kimmel 然后他就是在他的秀一开始 然后就是 He was in tears 你知道吗 他就一边讲 然后一边哽咽 然后就把前面这些事情讲出来 说美国 We gotta do something 我们应该真的是要 要改变一下 那说德州的州长 还有你们的那个 这些政治人物 是不是应该 做一些改变呢 之类的 他有呼吁 结果他那整段 深夜脱口秀 在达拉斯那边是看不到 就是 德州嘛 德州大城市 是看不到 那整段就是当地电视台 直接剪掉前面八分钟 可以这样啊 我不知道 那是什么放歌吗 什么意思 就像我们节目会在 全国广播 被剪掉 好像也是被剪掉了七八分钟 差不多啊 也是放了好多的时间 对这边可能就八分钟 有没有什么新闻预报吧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不过 好奇怪哦 那Jimmy Kimmel在Twitter上面说 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我会去查 然后 就是如果你们不知道发生什么 我讲了什么的话 那大家可以看我的YouTube 这样子 就哇 这个东西在美国真的是 很politicized 对 对 其实包括什么堕胎啊 跨性别啊 枪支的问题啊 就已经 已经完全上升成 就是政治上的 斗争啦 可是其实 你知道就是我看了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美国枪支问题 其实水很深 然后有很多很多因素 不过其实以前 没有这么的分歧 为什么 就其实在 其实那时候八九年的时候 有加州也发生 很严重的match shooting 然后也是 我记得也是小 好像也是幼稚园之类的 反正也是很多小朋友死掉 然后那个时候 George W. Bush 那个时候是布希嘛 布希总统 还有出来说 像这种类似的 比较大型 大规模商量性武器的枪呢 我们就不要进口 当然美国自己有自己生产啦 对啊 那美国生产没办法 但至少他愿意讲这种话 你就知道 现在这种状况 共和党怎么可能会出来 跟进腔相关的言论 任何站上边 所以那个时候的言论 风向是比较支持 我们做一些限制的 然后其实也包括 那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 Joe Biden 他其实在政坛很久嘛 那过去 他不是有 跟着Clinton一起推出 所谓的Crime Bill 然后要想办法处理 美国的一些犯罪问题 里面就有一个 Assault Weapon Ban 然后就去禁止这种 大规模这种 半自动型的 杀伤性武器的枪支 当然里面的细节 其实有很多漏洞可以钻 不过这就是技术性问题 我们就不讨论 那时候在94年 那个时候两党是很多人支持的 然后就全数通过 所以就真的也成功的颁布了这一个武器的BAN 那结果发生什么是呢 在94年 那一年颁布了这一个禁止枪支的法令之后呢 嗯 呃 结果NRA就是很有名的 NRA sorry 泳枪团体啦 那它不是泳枪团体啦 它是支持枪支枪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美国国家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好就是NRA 它们就是很大的利益团体啦 就是专门在 就是推动就是 就是泳枪权力的 嗯 它们在同一年 那时候也是Matern Election 跟今年一样 就是美国要做其中选举 它们就花了超级多钱 说曾经有人被访问 说啊就是史上最多钱 然后让所有当时投yes 支持这个禁枪令的人 全部几乎大型都选不上 哦 包括那时候的house speaker Tom Foley 那时候他是一个很大咖 很受欢迎的一个民主党的议长 他也选书 所以就砸钱让这些人都选书 所以很多人就会看这个事情 然后觉得这就是现在 为什么有这么多政治人物 会闭嘴 就都不敢站出来支持 那个禁枪 就是加大管制啦 不要说禁枪 就是加大管制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NRA 当时大动作了 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 然后当然因为这个 所谓的这个band呢 他其实颁布之后 他不是永久的吗 可能就是没几年 他就要重新renew一次 就后来就发生那个 Columbine Columbine shooting 在那个1999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加拿大 这事情那时候弄超大 对 那时候是怎样 那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在高中 然后 这个应该是美国 应该是北美 是加州嘛 对不对 Columbine high school 应该在Ohio 在科罗拉多 科罗拉多 然后那真的很大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还在读高中 大家看到以后就说 Oh shit 这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时候就是两个 我记得是两个shooter 然后他们就是 可能在学校 比较边缘的那种 学生 然后他们 就是带着枪子 其实他们还有带炸弹 他们原本的计划 是要把炸弹 放在cafeteria里面 就是先射过一轮之后 然后再 再引爆炸弹 让大家一起死 这样子 所以那次死了 真的很多人 然后就是 到最后还有一个 纪录片 叫做Bowling for Columbine 是Michael Moore 很有名的纪录片导演 去拍的 所以那个东西 其实对大家来说 是印象很深 大家都会记得 Columbine这个shooting 但是 我就听 Washley Journal 他的分析就说 因为Columbine 那时候发生这件事情 那他是在 颁布这个 限制枪支的 这个band 禁令之后 然后很多人就说 你看 其实你就算 有颁布这样的禁令 你还是没有办法 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 后来要renew的时候 就失败了 可是我看到的数据 其实是 那个 禁令是 1994年到2004年之中 然后他们就 拿1984到1994 还有2004到2014 反正就是 前十年 跟后十年的数据相比的话 真的有禁令的那十年 真的mass shooting的数据 跟前后比 真的是敌非常非常多 所以 我就觉得说 他们只拿一个东西 就拿一个单独事件 就拿一个对他们有利的 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 就这样 投yes之类 我就 我无法理解美国在想什么 然后还有 包括后来 包括也有一种说法 是因为在91那个时候 其实有很多军人 他们那时候是去保卫国家 对对 所以有很多 就是大家就会 崇尚美国军人保卫国家 这样的行为 那他们的照片里面就有M16 对大家都会拿M16的枪子 对大家会觉得 诶我是美国 很帅气啊 那我就拿M16 那这个M16呢 我后来才知道 他跟这一次 发生这个很严重的枪劲 拿哪一个叫做 AR-15 AR-15长得几乎是一样嘛 其实功能上有点不一样 AR-15好像是美国卖最好的 assault rifles 所以很强啊 就是大家就很喜欢 就觉得很帅 觉得很帅 就好像我拿着就很帅 这样 嗯 我觉得 你知道吗 就是 当然 呃 因为我自己身边有一些 会去打猎的德州的朋友 他们自己也会有枪 可是他们会拿AR-15吗 不会 不会 对啊 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讨论说 AR-15 这种东西根本不是拿来打猎用的 对 一方面说你杀戮 你干嘛要拿AR-15 你不需要拿到AR-15啊 然后把他这样打得千疮百孔到底要干嘛 然后再来一种说法就是 其实真的就是把枪当作一种神圣运动的人 嗯 好 就是因为打猎其实是一种运动嘛 对啊 他们会觉得说 那只有很废的人才要用这种 对啊 他们会笑啊 半自动枪 对啊 然后说当初在90年代 这种枪刚开始要推出的时候 其实在枪界是不受欢迎的 哦 他们说这 没有人要用 这是RADICAL在用的 哦 天呐 以前 以前居然是这样子哦 所以那种枪是RADICAL在用 对 RADICAL在用 然后再来是 我们都很准 我们都是 这个运动是有练的 干那现在卖最好 到底发生什么 这几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这是很奇怪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通过嘛 就比较没有这么多的 那时候是两档一致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以前没有那么极端 两档没有分这么远 没有那么极端 那里面当然有一些金钱上的运作啊 然后一些corruption啊 那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现在到底 有多少强这个数据的话 我觉得这个数据超级扯 好 那这是NGO统计哦 那美国民间枪械的总数量是3亿9千3万把 美国人口有多少 那个随便看一下 因为这个全世界呢 有持枪总数最高25个国家 那美国是第一个好 然后排名第二是印度 那美国比第二名的印度多出3亿2万2千把 美国大概就一人一把枪的概念 没有不止不止 所以光是美国一个国家 他拥有的枪械就比剩下24国的总和还要多 哇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多 他说美国平均每100个人 好可以配120把枪 哇 用枪的比例是这样 然后即使是因为十年内战 然后后来有排名第二名的那个夜门 对夜门内战很久了耶 他说每百人只有52把枪 哇 两个人一把的概念 对 有内战需要保护自己跟打仗的人 美国在那边一直说我们要保护自己 可是他们的枪真的是无敌无敌暴夺 这很多耶 就是很 我想应该就是 这是多到一个爆炸 不好意思我想 我想补充一下 我刚刚不是说以前 大家对这种半自动枪啊什么的 是没有这么 这么爱啊 没有这么爱的 然后包括 在90年代 那个时候要颁布这个枪支相关的限制的时候 其实警察也是支持的 警察也是支持 在那个时候 因为他们会觉得这其实是 让民间拥有的枪械武力太大 这会造成警察的危险 怎么跟现在完全盯倒的感觉 所以你就会觉得跟现在 这是一个 因为这一次我听interview 都听到说 那个学校里面的老师 都说 我觉得 老师应该要有枪 可是这不是之前就已经讨论过了吗 对可是 我最惊讶的是 发生的事情的当下 然后有老师被interview 然后他还这样讲 你懂我意思吗 我就无法理解说 而且是一个女老师 看起来就是手无腹肌之力的 就是无腹肌之力才说要有枪吧 我不知道耶 可是你会觉得在美国 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生活在一个治安比较乱的地方 你会不会想要有武器自保 因为我也会啊 我以前在美国也会 你有枪 对不会 我没有枪 我没有枪 我对 我对机械没有概念 可是会 比如说会觉得 可能可以放瑞士刀 just in case 你知道我意思吗 其实我可以理解 因为觉得说 大家都有枪的时候 我要有枪 可是这就是escalation 你又有枪 那大家就拿更好的枪来 就是会越来越差 yeah I don't know 我每次想到这种问题 我都觉得很无解 你看其他世界 其他各国 在遇到这种大事发生之后 他们都会提出相对的解决方案 像澳洲就是大家最常拿来讲的例子 澳洲是最有名 澳洲是什么时候发生 mess shooting 就是我看的那个比较 就是为什么澳洲它可以 成功管控枪 那美国一直没办法 主要也是因为美国宪法有保障 大家就一直拿自己 有那个权力去伸张 跟美国宪法保障的东西很多啊 我以为堕胎权也有保障 yeah 那还不是一样 这就是政治议题 不要再跟我拿宪法了 因为堕胎没有枪这么有利益啊 对啦 没有因为堕胎压迫是女性 不是男性 堕胎的枪比较有利益啊 你知道我在instagram上面看到 看到一个歌手 他叫Sara Barrows 我不敢 我一定是念错 反正他叫Sara 这是一个蛮有名的歌手 他说他有看到别人说法啦 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赞 他就说 那如果你今天 你不如就是 你今天怎么要求 你们这些男生 怎么要求女性堕胎 说要做什么事情 你们这些男生要买枪钱 全部都要做一样的事情 包括 你一定要先等48小时啊 你家长要同意啊 然后你的这个医生要充分的告知你啊 说你这个枪会有什么状况 然后你要看一些 呃就是很多人 因为枪暴力死亡的影片啊 然后你再走去 那个买枪的时候 你一路上两边要很多人 一堆人在抗议啊 然后家长要哭啊 说你怎么可以去买枪啊 你你这样是杀人的行为啊 你就是 你怎么可以去买枪 你这样有人会死掉啊 你再杀你自己的小孩 巴拉巴拉巴拉这种 都做一模一样的程序后 你再看你要不要去买 如果你们觉得 你们可以对女性 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你凭什么觉得 男生买枪不用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这蛮不错 kind of make sense 好合理哦 对啊 我觉得真的很合理哎 澳洲那时候是提出 buyback program是不是 是把枪买回来 全国性的回购 那主要转移列点是在 96年的那个亚瑟港枪击案 那当时就是也是有一名枪手 然后到游客很多的地方乱扫射 当时是造成35人死亡 靠 对然后17人受伤 那后来澳洲政府就花钱 他花了将近5亿澳元 就是大概六分之一的国库 把枪买回来 哇 对他真的是大动作 要把枪买回来 那时候买了六十几万的枪支 哇 对就很有决心 然后后来他 就是他把那六十几万买回来 让大概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 私人枪支是彻底被销毁的 哇 嗯 这差很多哎 对啊非常有决心 美国现在要买回来 right now可能 钱不够了 对钱不够了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加州有一个城市 他们也有做出 就是刚好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们当地警局 就说好 我们会发 一张就是五十块美金的那个 gas card 就可以加油的卡 嗯 然后我们会发一个小时 结果他们说排队人超多 可能差不多半小时就发光了 然后拍家 发加油卡是要 就是要来换枪 就是你把枪给我 我给你当加油卡 啊 因为家里很多 很多人可能放着也是放着 对 就是他们说大部分有枪的人 他们说会拿过来 然后来换加油卡 他们说 第一他们不常 不不太用 第二他们其实 没办法安全的把这把枪放在家里 对 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小朋友不小心拿到枪 然后射死自己 我以为有一些州的规定是什么 你要把他什么 什么 就是不能有子弹 然后收在一个safe里面 其实是有规定的 可是其实澳洲很严格 澳洲就是你有持枪 就是你 你靠的 我先重新讲 他要怎么样有持枪症 就是首先他在 你要填那个理由的时候 如果你是填你要 自我防卫的话 他就不会给你持枪症 从一开始就给你挡掉了 你必须要以什么狩猎啊 或是你是农场主 以这样子的证明 你才可以去考试 才可以去加入年会 对 那再来就是 你理由明确以后 你要每年 补非常高昂的年费 参加一些政府规定的一些抢会 然后在里面先上一些课 那之后还要参加比试啊 登记个人的讯息 那之后那个流程跑完 还有28天的冷静期 哇 就很像那个 对对 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等到你好好想一想哦 对啊 对啊 一定要冷静一下 然后后来等到就是你真的拿到了 警察还是会定期 就是你那一区域的警察 还是会定期上门去 看你的枪也没有放好 因为基本上在家里 你的枪是要 那个子弹要拿出来 然后放在一个就是配备箱 然后那个配备箱也是一把枪 配一个配备箱 要去申请的 哇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好严格哦 没错 感觉超烦的耶 对啊对啊 如果想你就觉得不想玩了 我想到警察每次会来我家 看我家里 超烦的 他每次来我还要打扫 哈哈哈哈 干嘛打扫 就你丢脸了 哈哈哈哈 然后再来就是他还会看你每年 有没有去练习 就是你以不同的理由 这很不错 有练习就超重要的啊 他要看你的打靶证明 哇 就是怕你胜疏 澳洲真的非常的严格 然后如果你是拿獵人证的话 你每年还要在另外缴大概5000澳币 干超贵 大概10万台币左右 哇好贵哦 就维持你的那个猎人证 超贵 所以就变成有钱人才能玩嘛 对不对 没错 对啊 整个听起来就是有钱人的运动 因为我看到一种说法就是 如果你限制枪支在美国的话 那最后就会变成 弱势的人拿不到枪 就有钱人才有枪 对就有钱人才有枪 然后 这样会有什么影响 我不知道 就大家觉得这不公平啦 哦 美国在追求公平的话 对对 是少一点报复社会的机会啊 你说有钱人 不会拿枪泡物社会是不是 干 我跟你说 Kolombine 我记得好像Kolombine 他们的那个家庭 有没有 就那两个学生家庭 好像也都是 至少是中等小康 嗯 就正常家庭 他们就纯粹 刚刚讲到 纯粹有病 纯粹有病 因为很多拿枪乱扫射 是一些小朋友或是 就是智力 精神有问题的嘛 所以 当那个美国在19 还有2021年 其实众议院就有通过一个法案 叫HR8好法案 嗯 对那个时候 他们在讨论 就是要管控那个源头 买枪的源头 主要就是高风险的族群 比如未成年者啊 有前科 重大前科的人 或是身心不稳定的 这些人就是要 有阉割的审核 然后这些人是不能买枪的 对 不过这个法案 是提出而已嘛 没有过 众议院有过 有过 众议院已经过了 是参议院过不了啊 对 参议院一直挡住 对 我记得这个东西很久以前 就 就放出来了嘛 对啊 众议院都已经过两次 但是参议院每次都挡 主要就是因为参议院 他实施的一个会议程序的机制 叫冗长辩论 就是他们说在上面 只要你没有离开讲台 你就可以一直站在上面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没有时间限制 你就可以一直讲 一直讲 然后之前我们都会看一些影片 说什么 你这个人到底可以讲 多久都不尿尿吗 对 他们说上去 好像都要包那层的尿布 一般你法案到参议院 就是多数诀嘛 你过半就OK了 对啊 有人就是带整本 好像六法权出 还是圣经上面 就是从头念到尾 超蠢的 就是为了把诚意拉长 就是一个意识程序啦 So dumb 一般法案是你过半就过 但是如果你实施那个冗长辩论 你必须还要另外再投票 去反对这个冗长辩论 那这个投票的票数 就必须要比原本的还要多 比如说以参议院 他现在就是100个席次嘛 那如果你是一般要过法案 就是51票就过了 但如果你要反对这个冗长辩论 你必须要60票去反对冗长辩论 哦 所以就变得那个门槛拉比较高 你就哪达不到共识 因为基本上现在共和党就50票 然后民主党就48票 那你民主党要过的话 你必须还要再拉10位共和党的过来 那太难了啦 而且我知道现在是 明明就是民主党里面也有一个人在党嘛 就是Joe Manchin嘛 就是之前 就是一堆拜登要过的法案都过不了 就是因为这个人在党嘛 逃跑票 对啊 他一直跑票 狂跑票 所以你记得Trevor Noah不是前几个礼拜 去那个美国的那个什么记者 记者晚宴 然后他就开玩笑 对着那个Joe Biden说 说我们今天那个 全美国最有权利的人今天也来了 然后他看着Joe Biden说 哦是Joe Manchin不是你 这样子 这超好笑的啊 就是说你这个总统一点用都没有 感到弱爆 对啊 不过我觉得 大家最常来嘴 其实就是NRA啦 就是他们的权利真的非常非常大 拉很多钱 可是里面的人明明没那么多不是吗 大概快500万人 500万人 那还是蛮多的 对啊 还是蛮多的 欸不过你知道 就是这件事情发生 你看这么重大的事件 然后全世界都在关注 NRA其实在5月27号开始 就其实我们录音当天啊 美国还没发生 他们要办在德州 然后办那个枪械博览会 就是州长 州长要去啊 Ted Cruz要去 川普也要去啊 还有川普也要去嘛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 哇就是they don't give a fuck 因为他们就做 他们觉得 whatever 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they don't care 不过我有看到这个台湾有YouTuber 然后在美国生活 然后他就在两年前吧 就有拍去他WASHINGTON 就是华盛顿州 然后去买枪的过程 但他们当然就说 哎这是我第一把 在美国的合法枪枝 然后他进去那个店 那个店看起来就是刚刚 金金飘飘亮亮 然后里面的店员都台湾人 蛤 台湾人在那边开的枪店 我不知道是他开的 但他就是很专业的在介绍各种枪枝 那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不知道是因为PC的关系啦 他们就有讲说 哎这个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个 就是神圣的运动 然后你要好好保护他 所以他们觉得在外面拿枪乱杀人 就是 就垃圾啊 然后让他们这种人被贴 标签 对 我是可以理解啦 就是你有一个权利之后 要要拿走根本是不可能的啊 就是 有啊就澳洲啊 澳洲就成功了 英国也有啊 真的是 他也不是真的拿走 他是让你很难而已啊 但就是一种 可是美国也是要让他难 对啊 他也只是 哎美国根本一点都不 没有这么难好不好 他只是做一些些的限制而已 可是因为德州现在 美国现在已经太泛滥了 不是是德州现在真的太扯 德州州长他就上任之后 他真的是有让那个拿枪 越来越容易 他们现在的规定是 你要拿手枪的话 你可以没有 License or training就可以拿到手枪 你不需要training跟license 就可以买手枪 这 这怎样 把他当当打火机吗 所以他去买生日礼物啊 这是那个枪手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像汽车还是一个 开在路上会杀人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 就受到训练 然后 就连敏迪都需要受到训练 对 他踩不到 对 就是要嘴他 他考完驾照这么久了 还是要再训练 就旁边的人都要一直嘴他 给他巨大压力让他进步 不要在那边击杀 坐他车会很想吐 对 所以其实 其实用枪也是一样 因为他造成的杀伤力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 我 我其实可以理解啦 就是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 我好好的 我就是守法 我一切都按照规定 我为什么要 被那些少数人 那一些少数人笑耶 然后一直来掳小我 你知道我意思吗 可是他的杀伤力真的太大 真的就是很 很守法 很守法 因为他们说 他们不想被找麻烦啊 因为如果被找麻烦 万一 枪被拿走怎么办 就对他来说 那是我的运动吗 可是就是因为杀伤力太大 所以需要让他更难取得 不是吗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会就像是 像核武好了 核武就是杀伤力超大嘛 所以谁要弄核武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监督嘛 所以你这个国家是不是正常 所以你像一个疯子 北韩要弄核武 那大家就是 干你不行啊 你真的疯了嘛 所以就大家就是制裁他嘛 可我觉得这是又有 政治上的考量 对当然 可是手枪也是一样啊 就是你精神上有问题 我们是不是要让你 更难取得 所以我们就 桌加一些 regulation上去 我自己的看法会是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啦 我觉得美国现在就已经完全失控了 所以要限制根本就很合理 就他们已经走到 你知道极致到 已经超远了 他们拉回来 任何一点点都是合理的 你懂吗 就他们做任何限制 都是合理 因为现在根本就是太容易 我完全同意 然后阿妈阿狗都可以走进去 然后随便买一堆 对 对你没有 background check 就会买枪 我这一点真是 对阿 所以我今天想杀人 我就可以去买 就是随便拿一把枪 随便拿一把枪 就可以直接去犯案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限制 不用让你冷静一下 真的是比堕胎简单 非常多 好不好 这就像 你看堕胎有些地方 他就要关掉整个州 这里说堕胎整个都要关掉 所以你今天要堕胎的话 你要吗要开几千英里 才有办法去一个地方 或几百英里 他有地方去个堕胎 要去别的州 那要不要就让这些 要买枪的人 要吗的开个几百英里 你会不会刚才稍微想一下 对不对 所以好吧 好每次看到这就很生气 我也是 好 好 next news 更生气 Next news 我们直接用聊的 好 新疆 大家这礼拜 有看到新疆的新闻吗 就是新疆 新疆police files 这个是 好像骇客流出来 说是骇客流出来 说是骇客流出来 可是我们 觉得应该就是 本身可能 记者本身报社 就有拿到一些 再加上骇客流出来 but still 还有可能是官员 自己送出来的 we don't know 其实我不知道 会是想要弄掉习近平的人 who knows 对因为资料实在太详细了 我看了一下超扯 就是连training manual 然后里面的影片照片超多几千人 而且那个照片是让中共形象看起来很糟糕的照片 不是大家在那里快乐跳舞的照片 你有仔细看那些照片吗 我看了一些些 我看了心碎 我真的是认真的去看那些mark shot 就是每个人的大头照 oh no I can't 我看了几个而已 因为大家如果有看印象最深一概就是一个妈妈 然后眼睛全部都是红的 就是含泪的那个妈妈嘛 对不起我很想哭 可是里面真的超多 超多一看就是说 看起来就像在施暴的过程 对不对 对 non-thraining 就是那些人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说 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把他抓进去 他就是一个小朋友你把他抓进去 就是我已经到了一个我无法理解的地步了 然后里面的manual又很细 因为他们有讲说 如果你面的人要 里面的学生要逃跑 你可以直接shoot on sight 对可以直接射杀 那这是什么学校啊 你一直在那边对外说这是学校 it's not a school you motherfuckers right 太多太多无法理解的东西 或者是说 学生们要转移学校的时候 要准备三副手铐 why 为什么要三副手铐 靠哪里 三副你手脚叫两副 第三副靠哪里 yeah I don't get it yeah 他有脚流 对啊 手加脚嘛 那第三个放哪里 right 为什么要三副 对啊 是把手跟脚靠在一起吗 干 不合理吗 就觉得说 他们真的没有把 把他们当成人在看啊 那里面 他们有把那新疆的那个什么 那自治区的区长嘛 我忘记他他态度是什么 嗯 应该不是书记吧 反正变成负责人 他就在那个公开的演讲里面讲到说 哦 这些人就算进去 然后被再教育十年都不够 因为他们出来以后 还是对新疆是有危险的 他公开的讲这种话耶 然后你有看到那些照片 那就是一个妈妈耶 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像是这个警察官员啊 然后也有这个他们的名单 有电话联络资讯 那BBC他们其实有打电话给里面的人 然后是真的有人接 然后这个支撑姓名就是对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可信度其实 这资料可信度超级无地高 对啊 然后里面就有照片 还有看到就是 他很细 他们这个基本上就是针对 其中一个 呃 在教育营 嗯 然后他就是在 他就说正门有几个警卫 然后侧门有几个警卫 然后 辽望台有几个警卫 就全部都写出来 然后放风时间 然后他们的forced labor 全部都写超细 这一定是内部的资料流出来啦 我看了超级超级生气 然后最年轻的小朋友只有15岁嘛 对不对 因为我听那个BBC的John Southworth 你可能有 不知道你们有听到 没有你说你会去听 我有去听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超难过 他就讲到说最年轻的只有15岁 因为他那时候只是想看说 最年轻的照片 里面的人大概几岁 然后就靠15岁 你要跟他说一下John Southworth是谁 John Southworth就是之前BBC 在中国的那个记者 然后他因为 报了太多信仰的东西 然后他后来知道说 中国好像要对他不利 他赶快连夜逃出来 他后来跑来台湾一阵子 然后现在到美国了 那BBC这边他们有讲说 他们为了要证明说 里面的资料是正确的 他们除了像凯莉刚刚说的 有打电话给 给名单上面的那些警察 来double check之外 其实他们有在海外找那些逃在土耳其啊 或者在英国的那些新疆维吾族人 那跟他们确认说 这边照片你们来看一下 说里面有没有你的亲人 那真的有很多人的亲人 他们一看说 原来我的亲人在这边 或原来我的儿子在这边 你知道吗 就是听了超级难过 然后就有人说 你们都知道了 有人会问这些逃出来的人说 你们都知道 为什么你们不像当地的人权组织 申诉或说 中国真的在干这件事情 这些维吾族人说 我怎么敢去讲 我去讲我的资料被爆出来了的话 我在 我还留在新疆的其他亲人怎么办 他们会不会也被抓进去 那现在我完全都已经 没办法联络他们了 接下来他们资讯会整个消失 right it's too crazy 就整个 oh i hate china i hate chinese government so much yeah 但 其实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觉得新疆的事情非常糟糕 yeah 但是其实 你是有想到那个 美国其实以前在那个 911之后嘛 对对对 就是 看完这些新疆police files之后 我其实看到那些照片 我第一个 想到的东西是美国的 Guantanamo Bay 在古巴的那个黑域 这种Guantanamo Bay的中文是什么 就是当初那个布希在911之后呢 他们的反恐战争开打嘛 然后他们就开始把任何 他们觉得有嫌疑的人 丢进古巴的一个 的黑域 unknown site 叫关塔那摩湾居押中心 对 好 就是也是一个convention center 然后在那里也发生 不是convention center detention detention center convention center 你不是主持人 拜托 对对 我刚讲到刚说 我是convention I'm so sorry 所以在那里 反正就是拘留了非常多人 然后后来也证实很多人 就是只是被 对 其实里面有50%以上的人 跟就是恐怖组织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就是乱抓 他们就是被抓进去 就纯粹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被抓 对 然后 再来是 在里面 其实发生了非常多丑闻 像 waterboarding啊 2006还2007年嘛 那时候就是有水行的 这些资料流出来 还有里面就是 他们对里面的犯人 做出 不人道的行为 像他们叫他们全身脱光 然后叠成人体 进日塔 或者是有人会直接拿 拿一些东西 去捅他们屁眼 这样子 就是非常非常糟糕 就是很多虐待的行为 对 然后后来就是 这些事情被爆之后 那美国就是 就 就 就出来道歉啊 三小的 可是到今天 里面其实还有人 还有人 里面还有超过30 因为奥巴马 我记得一直说 要把他关掉嘛 但我不懂为什么关不掉 他们高峰其实是 好像有740几个人 最高峰的 那现在还有37个 我想说37个 39 39 39 How hard is it to 把这39个人 移到别的地方 因为现在 广泰那麦被 还是一个没有遵守 Geneva Convention的一个 的监狱你知道吗 对因为反正呢 因为他在古巴嘛 所以原本美国法律 保障的这些 所谓的你的犯人 对应该要受到一些 公平的审判 然后大家就说 这个不在美国国内 哈哈不算 然后后来呢 就说那你要遵守 日内瓦条约吧 对 然后他就说 这些犯人不算是 不算是战犯 对不是战犯 所以也不用遵守 日内瓦条约 反正就是美国说的算 所以争议非常非常大 那你知道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因为是01 我记得好像是01年开始的吧 确切日期 请实际上帮我确认一下 02年1月的时候 美国那个时候的副总统 Dick Che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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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那时候怎么描述 Guantanamo Bay吗 不知道 他把这些在关在里面的犯人 Prisoners 说 The worst of a very bad lot 然后还说 They are very dangerous They are devoted to killing millions of Americans 中国是不是这样也讲那些 对他们也这样讲新疆里面的人 靠北 你有没有觉得中国就是在超美国的 然后scale放大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但是中国就是在操级 现在回旋标回来打美国的联盟 我觉得其实是啊 只是很少有人把这两个连结在一起 当然一定有啦 但我的意思就是 你看那时候他们的态度就是 什么华春莹感 干我再帮华春莹讲话吗 对再帮华春莹讲话 我想到就生气你知道吗 Yeah 然后其实 他们那时候说法就这样 你看说这些美国人他们都是 呃 这些被关在那里的人都是坏人 他们是坏坏穆斯林 他们会专门在那里要来杀 搞事之类的 搞事要杀几百万美国人的 所以大家不要同情他们 他们不一样 他们都可以撒小撒小的 是为了美国好 所以其实这种民粹民族主义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广泰木贝是2002年开的 0202年开的 1月11号开的 Thank you 然后反正因为出了很多争议啊 我觉得就很尴尬的是 你看其中有一个在 2002年4月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被关的人 好 他就突然被发现 啊其实他是在美国 Louisiana周深的 然后就很尴尬说 Oh shit 是我们美国人 然后就只好赶快把他 就是送回美国正常的监狱 然后去接受一些审判这样 What 然后我在想说办的北七耶 就是好丢脸哦 因为他们很多人 真的是没有好好的调查他们 对啊就乱抓 对真的是乱抓 他们好像到现在 还要准备花钱 要盖在那边的第二个court room 你知道吗 在广泛东北盖第二个court room 花400万嘛 对就浪费钱 因为里面只剩30 真的我刚看了37个人 只剩37个人 你还要开第二个court room 来process他们 就美国到底在想什么 而且每个总统真的就像你说的 想要关又关不掉 除了除了川普啦 就是川普好像没有要关 川普没有要关 不过欧巴马想关 拜登也说他想关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关不掉 对 I don't know 我觉得 广泛东北盖就是美国的人权的污点 超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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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啦 这跟新疆那完全没办法比 新疆真的就是 请不要拿这件事情来说 你看美国都那样干 你干嘛就是 那你这样跟美国那些跟 那些永枪的问题还不是一样 对 这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要跟污点比啊 对啊 对啊 就是 Two different things 对 好 好那我这次 我有看到一个 算是有趣的新闻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跟奈吉利亚有关 奈吉利亚是非洲的最 最有钱的国家 然后奈莱坞也是世界上 第三大的那个电影产业的地方 然后也是非洲产石油最多的地方 可是呢 Nigerian Airlines 奈吉利亚那边很多 就是国内线的班机 上礼拜开始都停飞了吧 为什么 因为油价太高 他们不是自己产石油 为什么油价会很高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油 都是被外国公司 还有他们其实有 很复杂的贪污结构 都被上面的有钱人 跟外国公司给拿走了 所以 就是国家他们自己用的石油 价格其实是非常高的 Oh shit 就有点像我们买华硕的价格 好像都比在美国买华硕贵一点 我觉得有点不一样 因为华硕是台湾生产 台湾自己人生产 但是因为 在中国生产啊 哦对哦 可是 因为奈吉利亚他们的石油 是上面的人 跟国外公司合作嘛 先卖到国外 再从国外买回来 对 有点不太一样 好 好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昨天发现 因为我就一直在找那个 就是 枪极事件相关的新闻 然后我就发现 The Daily 就纽约时报的podcast里面 竟然出了一集跟台湾有关的 我就看到台湾在标题上 我整个傻眼 因为纽约时报 他们大部分都关心一些 譬如说国内重大议题啊 美国国内 美国国内议题啊 COVID啊 然后 Gun shooting啊 Mass shooting啊 然后 跟一些重大外交事件 然后我想 讲台湾 why 对啊 一整集耶 一整集讲台湾 我知道 诶 纽约 The Daily 应该是美国 很常在前三到前五吧 前十前五 都 几乎都是 都是The Daily 不管再多什么 好笑的 北蓝的 情色东西上去 他们永远都在对前面 然后我就去听了 讲的怎么样 我跟你说 他讲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听起来像 哪一个立场讲的 我想知道 好奇 没有 就是我们Tuff Bobas第一集的 角度一模一样 耶 中了哦 不是 不是中了 不是角度问题 是他们解释的方法 就是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 transcription 写的东西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真的还假的 真的一模一样 我觉得好开心啊 原本中国有内战 然后 然后那个 国民党输给 毛泽东 然后呢 就逃到台湾这边 可是美国又要 两手 然后Nixon 对 然后Nixon 然后后来 又觉得说啊 不行 然后跑去中国 然后跟中国建交 然后中国就说 那你另外一个中国要丢掉 中华民国要丢掉 所以就这类 我听了这句 Oh my god I'm gonna cry 你知道现在这个 Daily在打谁的脸吗 谁的脸 Taiwan Plus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没有 可是台湾Plus 当初有意见 那一句话 Daily没有 没有讲 没有写 没有讲 好吧 好吧 那没有打到 没有打到 Sorry 有打 但是有点歪 没有郑重脸 Sorry Taiwan Plus 好 快跟他們道歉 Sorry 那我發現就是 The Daily 還有你今天講說 我剛看到The Atlantic 他們都有一個觀點就是說 其實拜登就是試圖 就是an ambiguity 就是外交模糊政策 因為過去大家會覺得 我就是要讓大家不知道 如果中國攻打台灣 美國到底會不會出兵 要一個模糊政策 好像有點支持中國 又不是那麼支持中國 然後讓中國搞不清楚狀況 而達到威嚇的效果 通常傳統上是這樣 然後他們都覺得 拜登就是要試 有這個意圖 就是要讓他的外交政策 對台灣比較清晰 因為前一陣子他不是在日本 對啊 他直接講嘛 就被問說 如果中國攻打台灣 美國會不會出兵防衛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yes 對 他是在那個四方安全會 四方安全會議的時候講的 對 好 那當然因為白宮就出來說 也其實不是這個意思啦 就是又有點walk back的感覺 但是 因為這不是第一次拜登 發生這種事情 雖然大家覺得他年紀大了 但是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之前也發生過嘛 在CNN的town hall meeting的時候 他也說 類似這種 會保衛台灣 類似的話這樣 所以 這些媒體他們會覺得 拜登其實就是可以要這樣做 他說因為拜登其實 他一直都在政壇裡面嘛 那他其實是這個參議院 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然後後來還當了主席嘛 那那個時候 就是 尼克森總統跟中國 準備建交 然後簽訂了那communicate 然後 台灣關係法等等的時候 他真的很老耶 他真的很老 他就說 我第一個反應是他好老 那個時期就是 拜登是外交委員會裡面的人 所以他對裡面什麼 台灣關係法的一字一句 裡面的sensitivity 你的用字 為什麼要說yes 為什麼要說no 他是理解的 他不是那種 啊我只是大概了解 所以我不清楚這裡面的政治感度 不像川普會接蔡文電話那種不小心 不是不是 他說所以拜登所有的行為 他為什麼會講yes 然後白宮可能一點點walk back 等等 都是有意義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拜登覺得說 他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他可能是一個accident 他說其實不是 因為他就是參與在那個歷史狀況裡面 所以他們的觀點是這樣 所以說ok interesting 其實他去日本的前一天 他不是是在韓國嗎對不對 其實我有聽他在韓國那邊的演講 那他去韓國除了就是 簽經濟貿易協議之外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在講那個安全嗎 他們說要跟那個 釋放安全 對他也是跟韓國說 我們要做更親密的 或更緊密的那種軍事協防 因為他說我們不管是哪邊來的威脅 我們都要一起努力對抗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不只北韓也有中國 因為他直接在那個speech裡面 我就聽到他說 不管是北韓或者是 台灣 threats in Taiwan 台灣Straight 他有直接講到台灣海峽 然後這邊我們都需要一起去防衛 所以隔天他就講出台灣 在日本講出台灣這兩個字 I was not surprised 所以就是有 他已經有foreshadow 他已經有影射說我們要講台灣 所以就是他的一些外交辭令 對 所以他這整個trip 除了沒有來台灣之外 他很多事情都做了 然後另外 The Daily其實也有真的就講到 我們其實每次聽到都會想翻白眼 但是真的 美國媒體會講的東西 就是如果今天台灣 因為他們會把台灣跟這個 烏克蘭狀況相比 對 就說我們要怎麼從俄國入侵烏克蘭 學習到 然後不要讓任何地區的危機升級 他就有說 不過這個台灣跟烏克蘭狀況 其實是很不一樣 那當然分析一些軍事的不同的地理位置之外 另外就有說 因為台灣就是生產太多 我們需要的晶片了 就是chips這樣 然後就說 如果台灣今天的軍事狀況升級的話 美國人會很痛 對 他就說什麼以前的車子 可能一台才什麼 什麼maybe十幾個晶片 現在一台要幾千個晶片 那只是我們連車都沒有辦法生產 啥小啥小的這樣 就真的用這個觀點 然後就OK 可是我聽到的 有類似的講法 可是不是從晶片 是BBC 他也是有講說拜登講到台灣嘛 然後他們就訪問另外一個台灣關係專家 可是是在中國人民大學的 然後研究兩岸關係的學者 OK 然後他就說 美國沒事不要來鬧 說 這是我們國內的議題 所以我們真的假設出兵台灣 這也是我們國內的事情 美國你們不要一直在那邊 provoke PROVOKE VIOLENCE之類 PROVOKE WAR 這聽起來這像政府的PARPAGANDA 這是中國 人民大 Come on 這是人民大學 What do you expect? 為什麼要不要去訪問人民大學啊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啊 BBC原來直接去找人民大學 他們是不是不懂啊 我覺得他們是故意的 這樣才中立嗎 不是 他們要先問完人民大學 因為問完的隔一天還兩天 新疆File就出來了 所以我先給你糖吃 然後你覺得 對我沒有防備 屁啦 讓我們的記者 在那邊可以先安全跑走之類的 然後我再把新疆File 屁啦 怎麼可能 那個觀點是我聽到 然後我整個 shock 我說 好好你問完人民大學 你有沒有來問一下台灣專家 沒有 沒有喔 他們下一個就是問美國 白宮那邊的智囊 這樣子 就跳過台灣 Too bad 很有趣 還是你要shoutout to BBC 他們不會聽 你永遠不知道 不過剛剛你講到台灣 最近就是在國際上 越來越多人看到 好會轉喔 就是我跟蛇 還有神父 我們團隊除了你之外 因為你在練歌 我們大家都去看 我們大家都去看 捍衛戰士2 Memric 獨行俠 然後我們 你記得 你剛剛也講到Tough Bowl Bus 我們Tough Bowl Bus 裡面有一集 原本要講好萊塢的censorship 你記得嗎 記得啊 然後裡面原本我們要講說 那個美國電影啊 遇到台灣什麼 都會把台灣國旗拿掉 然後其中一個不是說 捍衛戰士他們新的那一集 那個外套上面 原本有台灣國旗要拿掉嗎 原本我們要這樣寫的 我說God damn it 還好沒有寫 還好沒有寫 因為會被打臉 會被打臉 因為在2019年跟2020 20還是21年 反正捍衛戰士2的那個 預告片出來的時候 湯姆克魯斯的外套 19年的時候 19年 我剛剛說什麼 19年 反正他們以前的那個預告片 第二集的預告片 台灣國旗是不見的喔 不過這一次電影一出來的時候 又被貼回去了 我就看到台灣國旗了 對吧我跟 有有有 國旗出來我就轉頭看蛇 蛇也轉頭看我 所以很明顯是不是 還是你們就一直在看台灣 沒有沒有真的超明顯 就一個中華民國國旗貼在上面 然後日本的國旗 這次也沒有變成三角星 對 原本變三角星 就是都是原本的樣子 OK nice 我整個嚇到說 哇 but anyway這部電影超好看 好 it's really good 你有看過第一集嗎 很久以前可能在電視上 可能就是片段然後沒有 好 我知道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嗎 其實蠻多地方可以看的 我研究一下 就是Netflix上面可以看 可是不是台灣的 如果你還沒退訂的話 然後你剛好也是有買我們的乾爹的那個 NoVPN的那個VPN的話 你轉到美國的話 在5月31號之前 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 因為5月31號之後 Top Gun好像要從美國Netflix上面下架 蛤為什麼 他有中文字幕嗎 Netflix上應該 美國的Netflix沒有 不一定耶 因為有些片在台灣看不到 但是是有中文字幕 我看的時候是只有英文跟西班牙文 那一定要看過第一集才能看第二集嗎 不用啦不用 可是如果你有看過第一集 看第二集的話 會有Nostalgia的感覺 對 就覺得 The good old times 真的是很好看 然後 然後我這一次 就是看完第二集之後 回家 然後在YouTube上面 就看到一堆TOM KOLUS 去各大深夜脫口秀上面 做Promotion的影片嘛 God damn it TOM KOLUS真的很屌 連Ivy跟我一起看 你不要每次都連Ivy好不好 因為我以為他會不喜歡看這種動作片 喔他不喜歡嗎 他比較少看啊 OK 因為每次我拉他去看這種動作片 他都覺得還好 像漫威 你懂吧 你懂啊 這個我站在Ivy那邊 對嘛 你也是吧 漫威有 他演在 就是潛水還是自己真的去潛啊 他就所有東西都自己來 他很愛考證招 而且他是 adrenaline junkie 就是 我後來就是在網路上看一些說 Top Gun 1 他們怎麼拍的啊 拍攝過程遇到哪些問題啊 他們說 他們原本要找TOM KOLUS拍片的時候 TOM KOLUS原本是不要的 可是那個導演知道TOM KOLUS很喜歡 極限的感覺 所以他就想辦法把TOM KOLUS帶到那個F14上面 讓他飛一次 他飛一次以後他們就說 好我要拍 所以在 第一部是在1986年的時候拍嘛 所以他們那時候拍 可是那時候就遇到很多問題 甚至還有一個 pilot 在拍攝過程中死掉 為什麼 因為太危險 出了意外 真的出了意外 就是真的是太恐怖了 因為他們 那時候可能技術啊 還有真的就太容易出事 因為他們很多 camera是架在飛機上 然後跟著飛機這樣拍 oh shit 對 然後這一次呢 TOM KOLUS他好像自己也花了很多錢 然後 他們拍第一集的時候 每個演員只有四天的training class 這次TOM KOLUS好像自掏腰包 讓每個人上了三到四個月的training class 就是讓每個人就是真的 至少會飛 飛機 然後就下水啊 體能訓練啊 然後承受至少四五G的那種力量 重力 超酷 TOM KOLUS he's so cool 就算我 不聊他的宗教信仰之外 他真的超酷 就是我超級無敵推薦大家去看這一部 因為他跟那個James Gordon 你知道James Gordon嗎 就是在 在車上會跟其他明星唱那個kiraoke 對 那唱歌的那個深夜脫口秀 然後他就帶那個 那個主持人上去飛那種特技飛機 幹好可怕 他這個臉變色 你知道嗎 他這個臉 死尿一定會噴出來啊 他原本說 說我帶你來 然後那原本只飛那個小飛機對不對 就是有螺旋槳 那飛機比較慢就還好 然後下來之後James Gordon說 好我們結束要回去了嘛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let's stay over at night 然後說明天我們會搭那一台 然後一直直過去就是那種特技飛機 就是速度很快的 然後他整個臉垮掉 超好笑 超好笑 然後湯姆克魯斯是真的會直接飛那種 上去然後會飛一圈那種倒過來的 他自己飛嗎 他自己飛啊 然後後面就是Goyle說 We're done please 就是這時候我們 我還不想死 對我們就這樣結束 真的很好笑 大家就可以去youtube上面找他的影片 那這部電影真的就是 很多特技啊很多角色什麼的 他們真的都花了很多心血在拍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看啦 因為拍得非常好 他們把第一部很好的地方 都有留下來 因為第一部有一些就是 那愛情的那種 romantic scenes 沒有拍得那麼好 說實話這一部的romantic scene 我沒有那麼愛 說實話 他一開始在談戀愛 我就拿出手機來 我發現你一直在滑手機 欸為什麼在電影院滑手機啊 他超沒禮貌的你知道嗎 因為我沒禮貌 而且那是我們的媒體帳欸 而且他一直在滑 而且他一直在滑那個IG喔 他滑IG 他自己滑他隨便IG 然後看人家資訊 沒禮貌 我轉頭看因為很亮 因為我影響到別人 因為我很亮 我被影響啦 你旁邊有沒有人 就我啊 那沒關係啦 我只要一跟他們談戀愛 我就會手指捲曲 我有點受不了 我覺得他們戀愛戲拍的沒有韓劇好 對 很尷尬 不是就是 因為 因為他那個女主角 那個 他叫什麼名字啊 Jennifer Connelly 他是奧斯卡影后喔 可是原本他們並沒有把那個角色寫的就是太神 因為想說原本可以找一個隨便B咖來演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找到Jennifer Connelly來演 超會演的女明星 所以只好加戲 只好加戲 可是加戲又沒辦法跟那個整個主軸聯合 所以就尷尬到爆 就是他加了很多對話 可是他整個人抽調 對戲一點影響都沒有 對吧 他們對視的時候 我都真的超尷尬的 對整個抽調 對選部戲一點影響都沒有對不對 對啊 然後講一些很無聊的鼓勵話 我覺得 因為有些鼓勵的話 翻成英文 因為英文不是我的母語 我聽起來就會少一點尷尬 但是他們的對話 已經是講英文 我也很尷尬 不過真的是 除了愛情劇之外 我覺得大部分地方我都非常愛 而且有 有個演員出來的時候 我眼淚差點掉下來 誰 就是Val Kilmer 就是第一集裡面的Ice Man 我忘記他是哪邊的癌症 跟喉嚨這邊有關的 可能食道或氣管 I don't know 他最後幾年講話的聲音 就是真的是 很沙啞 很沙啞 不太能講話 因為講話會痛 然後可是他有演 然後他還有 講話 講話 可是雖然超沙啞 可是就是知道 its real 然後他們最後的hug就是 so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之類 for me 之類的 就是有劇情 可是又有真實世界 所以那邊我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真的很推 你真的很推 感受到了 你真的很推 蛇也很喜歡 蛇看到最後他的手是這樣 他手是食指交扣 開拍戲的時候很帥 食指交扣 打沙灘排球也很帥 你說他自己對自己食指交扣 對因為他是 因為我跟Ivy 我跟Ivy食指交扣 所以你就扣自己 因為我很緊張 他是冷血動物 看到這樣子就有血沸騰 我就覺得天啊 他們的冷血沸騰起來喔 冷血沸騰起來喔 冷血沸騰起來 就覺得他們在峽谷中間開飛機 真的很恐怖 感覺實在是要撞屁了 超屌 好 那我們今天只能路到這邊 因為我不能讓阿滴跟志祺在外面等 喔好 好不好那今天就先這樣 好 OK他們等我們 我們已經折了 我們已經 不是折 我們這樣已經冒犯過陳寗久 阿滴跟志祺不能再發生一樣的錯誤了 好 OK好 拜拜 拜拜 拜拜